金門縣長楊正吳簽下契約書 宣告從現在開始 金門縣65歲到74歲長者 免費施打新型13架肺炎鏈球菌疫苗 65歲以上的長者 以及雖然是65歲以下 但是如果是高風險或糖尿病的患者 都能夠得到這項的服務 肺炎高居國人十大死因排名第三 也是金門縣十大死因的第三位 中央目前僅提供75歲以上長者 免費接種肺炎鏈球菌多糖體疫苗 金門縣擴大福利範圍 除了65歲以上長者 50歲到64歲的糖尿病患者 也是免費施打的對象 那同時呢 可以到衛生福利部的金門醫院 以及各鄉鎮公所及合約診所 都可以來接受接種 肺炎鏈球菌一旦進入長者體內 可能會引發敗血症 腦膜炎及肺炎等嚴重疾病 金門縣擴大公費施打範圍 希望從預防醫學的角度 讓民眾享有更完整的健康保障 李俊榮金門報導